哈喽 你们好 我是Zoe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这个视频呢是一个关于国际学校的书单分享 我最近刚刚开了一个微信公众号 以后想把这种学习类视频的一些文字版干货 包括一些学习资料的推荐或者说是美洲歌单 然后还有Vlog里用的一些音乐什么的 都放在那个微信公众号里面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关注一下 从我开始做视频以来就很多人私心问我 有没有推荐的英文书或者是英文书单的分享 那时候我也推荐过 但后来我想想这些书都是我按照自己的写号去阅读的 也就是图个乐字可能并没有那么多学到的东西 所以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像我们需要作为上海还不错的一所 学IB的国际高中给同学们阅读了哪些书 这些书一般都是我们经读的 就是每个礼拜可能读一张两张 然后会抽一两节课 大家围在一起讨论一些问题 包括它的时代 它的背景 它的作者 它的协作手法这样子 然后还会有一些考试或者口头报告 是围绕这些书啊 作者 然后还会有书与书之间的对比这样子 今天的视频前半部分是关于如何去深度地阅读一本英文书 后面一半就是关于四本推荐书目的一个简单的介绍 我这次又有一个聊潮笔记记法 首先就是关于如何深入地去阅读一本书 就是让你读到感觉自己很有收获 那我觉得不管是中文书还是英文书 其实读书都是一个有浅入深 从表面到内里的一个感觉 如果你想学习英语的话 阅读一本英文书肯定能提高你的英语水平 比如你的单词量 你的阅读速度 你的理解能力 甚至有的时候你的写作水平 但是如果你想深入地去了解一本书 去读懂它的话 你还要了解它的作者 它的背景 它的时代 那通过这些学习 其实你可以更好地了解一个文化 那今天一共给大家推荐的四本书 有三本在我这里 还有一本在学校 第一本是高一读的 叫做The Perks of Being a Wallflower 中文叫碧花少年 这两本是高二读的 一个是Fahrenheit 451 然后一本是Lord of the Flies 都是比较经典的书 高三读的是Gatsby 就是很经典的一本书 首先呢 跟大家聊聊 如何去深入地读一本书 其实每个人的英文水平 肯定都是不一样的 对于这种比较经典 比较老的书来讲 它的词汇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虽然现在就是查词工具很方便 但是如果你一页上 要查五到六次才能读懂的话 其实很影响观感 也很难让你坚持读下去 所以就是对于基础比较差的同学 我觉得你可以先去看一下 他们的电影或者中文版 对剧情大概有一个了解 再去学习这个英文书 这样会比较轻松一点 如果你觉得这样就剧透了 我看书就没意思了 但是你要知道你本来读这个书 就是用来学英文和学背景的 你不是用来有意思的 而且你一页查个五个词 十个词的 你真的没有办法有意思 你前后段段续续 根本就啥也看不清 会很影响你阅读英文书的这种兴趣和爱好 你好不容易燃起的学习的斗志又被你浇灭了 但如果你的英文还不错 就是你看个两三页 你都不太需要去查 你能理解大概在讲什么 那你可以继续读原版 那在第一遍读这些原版书的时候呢 你很有可能就是被他们的剧情所吸引进去了 因为这几本书的剧情都属于非常跌宕起伏的 然后有的还带有一些科幻或者悬疑的成分 让你读起来觉得就是很引人入胜 那你第一遍可以就专注于它的剧情 但是其实如果你真的想深入地学一本书的话 光知道剧情感觉没有用 跟你看一部电影其实没有什么区别 你看个中文版 你看个英文版 都知道它的剧情 如果你想了解为什么这样的书会被写出来 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背景 或者说这个作者他本人为什么会走这个风格 或者他为什么被标榜为那个时代一个比较著名的作家 你就要去看它的语言 然后它这些文字后面背后想透露出来的寓意 或者联系它的一些其他作品 或者是那些文字下面影射的一个时代背景 其实就跟你中文去赏西一本书的感觉是差不多的 深入地读一本书呢 其实有一个乐趣 就是你在看的时候呢 可能它的文字 比如说它这个文字写的就非常的诡异 你看起来就觉得有点不舒适 或者引起不适 像这本书和Fahrenheit都是这种感觉 就你看到后面就有的时候 你不知道它在讲什么 它用了很多的大量的比喻或者隐喻去讲一些事情 然后去影射背后的一些事情 然后你就可以在似懂非懂间你就猜 然后如果你看完这本书以后 去Google或者跟同学去交流你的想法 你会发现你的一些很迷茫的想法 或者说是很物理看花的想法 会跟别人不谋而合 或者会跟网上的某些解释一拍即合 你就会觉得我还挺聪明 或者还觉得这件事情挺神奇 我觉得这就是书的一个魅力吧 就是你有一个想象的空间 然后你也可以去表达自己的一个观点 不会被框死在一幅画面里 那接下来我就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每本书 当然我不会剧透的 因为我觉得剧透真的很可耻 首先第一本是这个 这个是Perks 就是壁花少年 这本书其实跟其他的这种经典的书 不太一样 它是一本非常好上手的书 它语言非常简单 就像日常网络用语一样 然后它的风格呢 也像典型的那种美国电影啊 或者美国高中生的那种青春剧的那种感觉 讲述的是学校里 就是高中里发生的事情 是一个成长性的故事 这本书的主角呢 就这边这个男孩 然后整本书就是围绕着 他在高中里受到的一些困惑 或者说是挑战 然后他以的是这种日记一样的形式 所以他这语言并不是非常的formal 然后就很好理解 然后有那种就是朋友之间交谈的那种感觉 通过读这本书呢 其实是像在中国学习的 我们介绍了美国高中的一些 普遍学生面对的压力 或者说是挑战 以及他们的日常生活 虽然我们不是美高的 但以后都会去美国上大学 所以很多的压力或者说挑战 都是大同小异的 就一些party啊 或者你的社交圈啊 带给你的压力 所以是一个很好的 像我们介绍那边的情况的这么一本书 然后像我们的英语老师 大多数都是美国人嘛 然后他们就说感觉还挺贴合实际 其实所有的青少年 无论是在任何一个国家 或者文化下 从一个孩子 一个青少年 长成一个成人 都是会面临很多挑战的 所以我觉得做一个非常reflective 就是反思自己 或者说反省自己的人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其实每个人最后都会长成不一样的人 你会有自己的identity 所以你在认识自己的过程中 有很多斗争 自己跟自己的斗争 或者自己跟外界的斗争 都是非常普遍 然后重要的 然后这本书就有这种感觉 也就是这个男的 他在成长过程中的一些struggle 和他面临的一些challenge 然后第二本书呢 就是这个Fahrenheit 他中文叫华氏度451 华氏度45 华氏度451呢 华氏度451呢 是一个类似于 推测性的科幻虚构小说 这个作者其实非常非常有名 我们以前读过他 很多短篇小说 我觉得写的都很不错 他其实生活在一个科技 并不是很发达的年代 但是那个时候科技 已经开始有显现出来了 然后他就开始推测 一个过度消费科技 或者说过度依赖科技的 一个社会 会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故事呢 发生在一个就是 人们过度依赖科技 过度消费科技 然后整个社会上 摒弃了创造力 摒弃了一切异端想法的 这么一个时代 像这本书里面的 男主的老婆叫做Mildred 她就是一个非常麻木的形象 她每天在家追剧 完全不care 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是不是感觉这个 这个形象 听起来有点耳熟 像不像你 然后这本书里 有很多很有意思的隐喻 包括有很多讽刺的手法 来反映当时社会 包括作者 对于社会的一些看法 比如说男主角的工作 是消防员 但是对于这本书里的 消防员来讲 他们的工作不是灭火 而是焚烧书籍 因为在他们这个社会 书籍是违法的 就是没有人能看书 因为书籍被认为 是那种想法 异端想法的载体 创造力的载体 而这个社会为了创造一个人人公平的社会 消灭了一切的创造力 所以也消灭了一切知识的传播 这些焚烧书籍的消防员有很高的地位 被当作是公共利益的执行者 所以这本小说其实能引发很多读者的深思 包括就是统一性啊 或者说是审查制度 个人主义这种话题 就还蛮值得一读的 然后像文章的结尾啊什么都还蛮有意思 然后这本《银王》 《Lord of the Flies》 是我这几本书里比较喜欢的一本 因为感觉它背后所隐喻的一些东西 其实非常的让我觉得非常的熟悉 然后也让我觉得就是很贴近生活 不管你生活在哪个时代 哪个社会 其实都能被映射到 它主要讲述的就是一群男孩 被困在一个小岛上 然后是一部关注人性的预言故事 因为这个故事里的男孩非常年轻 基本都是十几岁 十二三岁这样的年纪 还有一些更小的 所以他们没有过多的去摄取知识 没有被灌输那些社会上的信仰体系 所以他们的行为会比成年人 更接近于人性本来的样子 在岛上他们为了生存 他们必须有组织 然后有等级制作 然后就有不同的领导出来 有了不同的领导风格 这个小说里呢有各种各样的simple 就是中文叫什么 就是象征吧 会让你觉得对这本书眼前一亮的感觉 因为它用了太多太多的隐喻和象征 比如说有些东西代表了权威 有些东西代表了社会 有些东西代表了民主 有些东西代表了人们对于未知的恐惧 然后里面还有人就是如何利用对于未知的恐惧去控制其他人 所以它读起来呢你会觉得有一些些细思极恐 你也会觉得就是有一点点被人扒干净的感觉 因为它其实是在讨论人性最深层次的东西 像这本书其实它的循序渐进做得非常好 它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大家刚到这个岛上的时候还彬彬有礼 他们的相处模式就像我们跟朋友之间的相处模式一样 男孩和男孩之间可能会有一些小打小闹 但随着文章的推进 比如说小打小闹从碰碰你变成了用石头砸你 石头越选越大 最后还有一个角色是被石头压死的 所以说就是这个行为越来越激进 越来越暴力越来越血腥 到最后就是一切都是不受控制的 对所以这本书也是非常饱满的 然后其实网上有很多对于这本书的讨论 比如说这本书是所有的角色都是男孩子嘛 网上就会有人讨论说如果把所有的人都换成女孩子会怎么样 说为什么不选择女孩子来写这本书 所以就是有一些很有意思的讨论 大家如果看完这本书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搜一下那些文章 然后最后一本呢就是盖茨比 它是一本真的非常非常经典的美国小说 它以饱满的这种人物characteristic 象征symbol和主题theme 构成了一个对美国20年代20世纪的一个预言的描述 可能你在第一遍看日本小说的时候你就觉得看懂了 它是一本爱情故事了 但其实不是 我觉得大家在读这本书就想可以先去了解一下美国当时的时代背景 比如说我们所俗称的美国梦 比如说那个时代被美国称为的roaring twenties 被咆哮的20年代名字非常的狂一旦你了解清楚了这些背景 你再去读这些小说你就会发现每个人物的安排都是用意非凡的 这些人物被用作象征来表达了背后的时代背景以及这一类人他们那个时候的行为作风 一旦你了解了这个背景看清了这些人物 你才能理解这个文章的第一视角也就是这个主角 他对于当时这个时代人们不计后果的贪婪 以及那种没有希望的希望的那种信息的分享 然后像文章中我知道大部分人看这本书的最大的感觉就是 盖茨比好帅 盖茨比为了追回他的旧爱他付出了多少 但是其实在看这些内容的时候你也可以想想就是他追旧爱的手法是正当的吗 是合法的吗 或者说你从跳出这个爱情的圈子 你从一个法治或者是一个公正的角度去看他所使用的那些手段 包括说这个文章中其他的一些角色 就比如说戴茨的老公啊 然后他的情妇啊 这些人所做的事情 以及他们就是为了获取财富所做的事情 就可以让大家引发一些思考吧 比如说你觉得你的绿灯在哪里 或者哪些是你可以接受的 哪些是你不能接受的 这本书最神奇的一点我觉得就是 他通过描述一个看似刻骨明星的爱情故事 像大家揭露了1920年那个时代 不同阶级的人他们对于权利啊 对于金钱的看法 以及他们的生活 比如说像戴茨那拨人就是 很明显就是代表了 old money 然后像盖茨比就是代表了new money 就其实我觉得拿通俗的话来讲 就是一帮人就是权贵 一帮人就是爆发户 然后像作者呢 他可能是个中产阶级 从他的角度他是怎样想的 反正就很值得看吧 就不要光看那个爱情故事 虽然我前几遍看的时候 一直都是看的爱情故事 那这些就是今天想跟大家分析的四本书 然后如果你喜欢今天这类的视频的话 记得给我投币点赞收藏 然后如果你们想看更多关于书的分享的话 也可以在评论或者弹幕里告诉我 然后以后也可以定期出 然后再评论 然后再评论